PSV燕豪分日前官方宣布,球会与利物浦达成转会协定,高迪 加普以总价5000万英镑的费用加盟红军 ESPN表示,利物浦签下高迪 加普让曼联主帅坦哈格感到沮丧,坦哈格仍然希望在东窗签下一名正印前锋 消息人士告诉ESPN,曼联没有对高迪 加普提出正式报价,因为球会下窗已经预算超支,现在无法提供与利物浦相匹配的报价 据悉,坦哈格对球会的预算情况表示理解,但同时他要求球会尽快评估前锋位置的短期选择 由于曼联东窗可支出的资金很少,曼联考虑完成一笔租借的交易 ESPN表示,马体会前锋阻奥,菲利斯东窗可以租借离队,但马体会要求下加支付一笔不菲的租借费 同时承担球员效力期间的工资,这将使得阻奥 菲利斯半个赛季的费用达到2200万欧元 而如果马体会同意外租外滑路 摩拉达的话,曼联也会考虑这个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